- 挑戰新聞,挑戰您止水極限,大家好,我是陳雄薇 時代在改變21世紀的世界局勢就看到美國苦苦撐著它世界最強的門面 又不能忽略中國的強權虎視單單想要取而代之 這個世界的大魔頭終極BOSS的這個角色 現在看起來好像是北朝鮮贏得了世界的公認 所以如果看報紙、看政治版可以看到美國跟北朝鮮吵到快要打起來 那你如果看娛樂版的我愛看電影 也可以看到北朝鮮跟美國是已經打起來了 雖然多有趣啊 所以我們先來介紹我們來賓今天一起來探討相關有趣的話題 首先介紹的是實際的大學副教授賴岳謙 熊妹好 大家好 再來是資深的媒體人胡孝成 大家好 環球科技大學的教授歐重慶 大家好 還有文史工作者語言軒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南北韓現在是全面的戰備 這個有世界警察稱號的美國是隨時要準備即刻救援 但是在這個剛上映的這個電影裡面 全面攻佔裡面 其實萬惡的北朝鮮早就已經把美國的這個白宮給滅了 這個就是當那一些在這個華盛頓DC的特勤人員 各個都是槍把子站在那邊不會動就被滅了 多有趣啊 但是這要怎麼講 最後一定是邪不勝正 為什麼 因為美國的英雄主義 最後一定會被彰顯的 一起看看電影片段 我們在談論安全的美國總統的安全 美國總統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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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會跟特勢人員 都不會跟特勢人員 誰跟特勢人員說什麼 好 平常壞透了的美國人 在這個英雄電影裡面 各個都是四維八德 三達德 什麼通通都有 但就偏偏要苦了這個北朝鮮 現在在這類型的電影裡面 已經被塑造成妖魔鬼怪的形象 肖誠哥 沒有錯 在美式文化裡面 這個世界上一定要有一個大壞蛋 當然啊 那這個過去呢 在冷戰時期前的時候 最大的壞蛋是誰呢 蘇聯 那蘇聯垮台之後呢 最大壞蛋是什麼呢 那個時候比較隱晦 沒有那麼直接啦 沒有那麼直接 就是中國大陸 那現在的話裡面 因為有一個國家呢 他就拍了一大堆的那個什麼 修理美國人的這樣子的一個宣傳片之後呢 老美當然就認為就是有新壞蛋出現 新壞蛋出現 那誰呢 北韓 對 所以現在北韓就是現在的新的大壞蛋 我們看到那個什麼 最近在台北 台灣上映了兩部片子 一個叫全面攻戰 一個叫做特種部隊2 在裡面呢 不約而同就把所謂的脫北者 什麼叫脫北者呢 就是南韓稱之為 在北朝鮮這個地方有沒有 落跑出去的那個叫脫北者有沒有 就像是落跑的 落跑出去的叫脫北者有沒有 然後他們做了些什麼樣的事情 他們不僅危害整個世界 竟然還敢攻佔白宮 真的 這麼嚴重 真狠地給了老美有沒有 兩個耳瓜 而且還真的贊成了 還真的贊成功了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樣子 反正為什麼現在要這樣來做呢 因為很簡單嘛 因為現在北韓對美國是最不友善的 反正他跌不疼娘不愛有沒有 打一打巴一巴的話 也沒有人會講話 對不對 不過我還是要提醒一下 最近的美國片有沒有 把北韓視為一個所謂的 直接面對的一個敵人有沒有 這個並沒有所謂先見之明 為什麼呢 因為過去007就已經有拍過了 007也有啊 英國人還是比較厲害的 那時候慢慢就轉啊 那時候你記不記得 那時候007不是 到北韓去有沒有 破獲一個所謂的地下燻火交易嗎 那個時候是不是用鑽石 後來出現一些 一些這樣子的戲劇性的變化 對不對 當時就設定有沒有 北韓就已經有這樣的企圖性了 已經有潛力了 對已經有潛力了 所以007很厲害 真是棒 好 所以呢把這個北朝鮮 給這個妖魔化 當然不是呢 只有最近上檔的這些片子 可以當作例子啊 但是呢我們要強調重點就是 現在的好萊塢拍電影 真的還蠻開放的 反正他想說北朝鮮也不會演嘛 那就這樣子大膽的演吧 都指名道姓 直接強調就是北朝鮮了 當然還有其他一個片子 也是最近拍的 叫做紅潮入侵 更是呢把這個假想題 全部通通都當成是北朝鮮 一起來看看片段 如果你們看這個播放 你們在一部分的國家 並沒有控制了 美國政府的政府 兄弟們 我都愛你們 但我希望你們做的 我會做 殺了這個 好這些電影啊 美國人愛看電影嘛 所以看電影呢 一定會有英雄 會有正面的這種 正派的一個角色 而且呢 往往呢都要彰顯了 他們就有美國人 真善美的高貴情操 那當然要彰顯你這樣子 這麼強大這麼善良的一個角色 一定叫有反派的一個魔王 所以我們剛剛提的 最近上映的片 還有先前這一部呢 從算是重派的片子 不過很吊詭的就是 就包括跟剛剛邵辰哥講的一樣 這個角色是可以設定 你知道電影 遇到了這個政治的議題 都可以轉彎的 剛剛看到紅潮入侵那個片段呢 就是講的是北朝鮮 這樣侵略美國 原本的這個橋段 是設計給中國的 結果遇到中國現在太搶大 馬上就只要塗一塗 已經拍好的也要重新修調 換成北朝鮮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邏輯呢 歐老師 這也要恭喜所有的觀眾 好萊塢終於搞清楚 中日韓 長得是不一樣 長得是不一樣 非常謝謝他們 他2010年的時候 還把壞人設定是我們 這樣壞成我們 後來他發現壞人 這個韓國人跟中國人 是不一樣的是不是 他終於看出長得不一樣 終於發現是不一樣 所以他終於一個一個 把它修掉 全部修成是北韓 這是什麼邏輯 對 我有講一個數字 你知道1911年 所具備的意義是什麼嗎 你一定知道 1911年 對就是我們清帝國 結束對不對 但有另外一個重要的意義 是美國的好萊塢帝國成立 成立 剛好是那個時候 好萊塢這個地區 第一家電影公司進駐是1911年 1911年 目前為止好萊塢大概有 主要的生產片公司是16家 那每年生產150到200部的片 那這個好萊塢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美國人的一個價值觀 和另外一種電影文化的權力的象徵 我說這個手的權力 槍桿子出的權力 好 那華人在好萊塢的世界裡面 扮演什麼角色呢 我們可以看到 他其實一開始的角色 都是還蠻low的 蠻low的 沒錯 那第一個終於可以出現的英雄 我們立刻可以想到的是李小龍 李小龍 所以李小龍這個英雄角色很重要 可以跨上國際舞台 那他什麼時候還正式給他一個 還像樣的地位呢 1993年 哇 要這麼久以後 對他的片名叫Dragon The Bruce Lee Story 那我們發生李小龍傳 那裡面他還是有一點歧視 比如說 李小龍生了孩子 跟他太太生了孩子 那裡面說那個 Yellow Baby 就黃色的嬰兒 所以用詞都還是會有一些歧視的意味 好 那都漸漸真是有一些轉變了 到1994年的時候呢 香港警察到這個紐約探親 那探親的時候 這個是誰去探呢 成龍 開始演警察這個角色 但是他仍然是一種移民社會的概念 所以還是跟殖民有關 還是跟這個概念 對 那1997年呢 女性進去了 誰呢 明日帝國 明日帝國 楊子雄 這第一個這個 就是 算是中國或者是這個 華人的演員 東方智慧女神的形象 還是要跟武術結合 而且是擔任龐德女郎 而且平常龐德女郎是花瓶 楊子雄在裡面 比那個拳腳功夫 比這個詹姆斯龐德還要高 我看你FU就來了 真的 很好 那沒多久以後呢 我們的臥虎長龍 以外語片登上了奧斯卡那邊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再注意看 2001年的時候發生什麼事呢 發生了什麼事 終於 張子儀和成龍能夠 在好萊塢生產屬於 以我們作為主角的電影 主角的電影 對 正反派都由我們來擔任了 那不太一樣了對不對 不太一樣了 好 有一個變化 那成龍開始變得商業化 不是專門在演這樣的一個拳打者 前面都是殺手啦 或者是黑幫教主 包括李連傑 一開始登場1998年的片 也是如此致命武器 對 要演壞人 2002年有一部片叫做Casido 就是燕尾服 好 這裡說 凡是穿上燕尾服的 不管是西方人 白種人 黃種人 結果都變得很厲害 就是衣服有高科技的設備 他告訴我們就說 厲害齁 其實跟黃的白的沒關係 還是跟衣服的關係 跟高的矮的沒關係 這裡面有個象徵說 那你拿了核子彈就厲害嗎 就厲害 這也有這樣的意涵在裡面 那你有錢就厲害嗎 能進宴會就厲害嗎 這這邊有個意涵對不對 好 到了2003年有個轉變 就是周潤發的防彈武森 這個西藏文化的正面性 被正確的看待 但是他為了電影效應 他還是需要 把他從武術的角度來演 對不對 好 2010年有更重要的轉變 包括這部片的拍攝 成龍開始在北京 他用好萊塢的製片身份 在北京他自己也參與演出 演功夫夢 功夫夢 記得那個孩子是誰嗎 這個是威爾史密斯的小孩子 好 那變成是西方人 而且是美國人 一個黑人移民到北京 然後去尋求 這個中國功夫的正統 他是為了怕被欺負嘛 所以是不是整個逆轉過來 價值逆轉過來 以前是讓他那邊過來 現在把題材都放在那裡 然後把軟實力放進去 什麼是軟實力 他說同樣中國功夫是有不一樣的 一個是那種霸道的功夫 然後把人打傷的 狠狠的 一個是真的繼承 那個中國文化的精神 還帶他到武當山去看嘛 看那個白鶴 如何用鶴來控制對方 最後他是不是 在被對方用殘暴的方式 打傷的情況下 學習白鶴把對方反控制 最後獲得尊敬 然後他裡面的成龍 只是一個水天空的身份 可是他隱含了好像 整個那個中國功夫的精華 在他身上 最後是所有對手的弟子 都向他表示敬意喊他師父 對 那這個殖民形象 終於轉過來 而且舞台回到北京了 回到北京 好萊塢的舞台回到北京了 不是我們去那打工了 所以終於這個殖民形象 經過20年有了逆轉 對這個功夫夢 當初舊版的小子男產的 那個題材是日本人 結果呢 題材就像剛剛歐老師講 這完全就是在美國發生 現在到了功夫夢 整個就跑到中國大陸去 當然所以就好像 看電影園裡面 你還有這麼多 不管是民族啊 或者是政治的這種意涵的這種美角在裡面 真的是還蠻有趣 那就像我們今天 一開始討論的這個主題一樣 講說呢現在呢 世界的大魔頭 在好萊塢電影裡面的心目中 好像就是北朝鮮 剛剛的孝誠哥 多少也有提到一下 如果簡單的幫大家來整理的話 其實呢 在這個早期啊 二戰的那個左右時期 在冷戰之前的時期 你要是看這些好萊塢的電影 大壞蛋那不就是納稅 不然就是越共 然後呢 後來到冷戰時期 就變成紅軍的蘇聯 就連百戰天龍裡面的馬蓋仙 都要跟這個 蘇聯KGB的這一些探員過過招 才過癮 好像那時候的英雄電影 你不跟蘇聯的這些特勤員打上一架 你就殉掉了 然後到了90年代 就好像剛剛孝誠哥提的 中國 然後呢甚至 中東的恐怖分子也在其中 一直到現在 就轉變成 北朝鮮中槍 真的是大家是在輪流耶 甘乃迪政府的時候 就曾經跟好萊塢的人講過 我們的這個國策呢 要跟電影相結合 電影要配合這個 美國的國策的 因為你這樣才能夠發揚他們這個 美國的英雄主義 然後是可以彼此契合的 我記得在我讀書的時候 看過一部電影叫 天狐入侵 那其實就是這部電影嘛 就是剛剛講的 紅潮入侵 我們讓大家看 其實就是剛剛講的 紅潮入侵 先前一個重拍的一個版本 最早的版本 那時候還是第六感生死戀的 這個男主角派驅克 史威之眼 叫做天狐入侵 那時候的對象 完全就變成是蘇聯 我們先看看片段 對 天狐入侵跟紅潮入侵 其實是同樣一個片名 同樣的片子 差別差在呢 就是25年左右的時間 兩個不同的世代拍出來的電影 只是最有趣的就是 侵略美國的 那個時候剛剛看到 就變成是蘇聯 然後現在變成北朝鮮啊 宇老師 這主要就是對手不同 對手不同 在那個時代裡面最大的對手 就是兩個霸權嘛 美國跟蘇爾 所以一定要配合時事 蘇爾那時候還沒有解體啊 還沒有解體 所以還是跟他在彼此爭霸 所以他幻想 他的敵人就是蘇爾 對 我要去打敗 其實也真的是幻想 真的是幻想 但是那個時候要講 就是說那個時候的 整個政治氣氛來講 是雷根總統在主政 那雷根呢 本身他的這個主張 就比較強硬一點 他跟之前的幾個總統 用那種比較和緩的方式 彈是不一樣的 他是主張比較強硬的 要用武力的 這種方式去做的 他是 因為大概演員出身的吧 英雄主義 這種片子也看多了 所以他有很多的 這種擴張五倍的那種計畫 沒有錯 包括你看 這個我們看到蘇聯 在那個時候 入侵阿富汗 所以他就認為 你就是一個 我最大的一個對手 對 南波都要去打 等到這個對手不見了 解體以後怎麼辦 那誰當我的對手 他就會去尋找下一個 那下一個 這個當然目標找上中國 那現在這個時候是朝鮮 所以就換了 對 其實我們在看 剛剛那個天狐入侵 在講這個是進駐美國中西部 去侵略他 侵略 那事實上我們回顧 美國的歷史來看 這不叫做侵略 我們在19世紀中的時候 就曾經華人移民到 美國西部中部這個地區 對 那因為在19世紀中葉的時候 那時候美國就發現了礦產 礦產 金礦 加州就這麼來的嘛 揪金山就這麼來的嘛 所以當時大批的華工 就去那邊 就常常有看電影 也有這樣的題材 要騙很多這些 騙很多人去 很多的中國人 到美國去掏金賺錢 黃飛鴻真的有看過 就是上面寫一大堆 要掏金客 要去美國撈黃金嘛 對不對 先掏金後修鐵路 那時候就是說 我挖掘了金礦 那為了要方便東部的人 可以進入到西部 所以他們就挖掘了一條 3000公里長的太平洋鐵路 這麼長 但你看這條鐵路 其實大部分都是華人的勞工 在那邊做很辛勤的開墾 每一公里平均死一個人 是這樣的犧牲奉獻 而且華人在犧牲 對 這條鐵路完工的時候 沒有人給華人獻上一句 感謝祝福的話 真的 反而最後把這些勞工全部解聘 因為19世紀 中國人的形象不好 吸食鴉片啊什麼 在美國人他們認為是這樣的 所以他們到後來的一些 戲劇小說裡面所創造的人物 都是對中國是不友善的 不友善 譬如說在1920年的時候 那時候就創造一個叫傅滿洲 這樣的一個人 那傅滿洲是誰呢 他是一個被 曾經被外國人欺負的 一個中國人 也是被欺負的 對 他是被欺負的 所以到他後來性格扭曲 這個人呢 瘦瘦的身材 稀稀的眉毛 眼睛會發綠光 他形容得像野獸一樣 那這個人是邪惡的代表 代表 所以最後 不管他怎麼強 美國人就是能打敗他 每個梗都一樣 然後到現在 所以在這段歷史裡面來講 華公學類史 那華公學類史裡面呢 他們是不把中國人當人的 把他當什麼 當豬 就是用烙印 就烙印烙在他身上 是有一個記號的 有一個編號在 對 然後就稱中國人叫做 豬仔 所以 美國是一個自由 平等 講人權的國度 結果既然那時候做這些事 但是在19世紀 對華人是非常的不客氣的 甚至是排外的 所以在1882年的時候 他們就通過了一個叫做 排華法案 到什麼時候 他才正式道歉呢 道歉 到2012年的時候 2012年不就是最近嗎 對最近他才針對排華法案 正式道歉 才承認當初有這樣子的錯誤 所以是由總統來道歉 對 沒錯 所以好 這個就是過去的一段的血淚史 當然就像剛剛講的 蛤 你就算當初的情況是這個樣子 做了一件事 所以美國好像壞透 但是現在風水輪流轉 你那個時候呢 美國很強 但現在中國更厲害 所以呢 就連強大的好萊塢 你看先前拍這個蘇聯 現在拍北朝鮮 就算那邊人在抗議 要怎麼樣 好萊塢裡都不理你照拍 但是呢碰到中國真的會怕 為什麼 我們從這個數字就可以看得出來 在去年2012年 全球各個國家的電影的票房排行榜 美國當然北美洲還是最多 108億 比他們在之前 在前年比2011年還要高 所以就是看電影的人變多了 票價可能也比較貴 所以去年對他們來說是大豐收的 然後第二名過去都是日本 竟然這麼快的時間被中國給超過了 中國呢在先前呢都一直排在後面的 但是最近呢他們的電影院一直蓋 看這個電影的人越來越多 一下子呢去年2012年啊 有27億美元的一個票房 超越了日本成為呢全球啊 就電影收入裡面排行榜 第二高的一個這個城市 當然呢在去年他們也是 成長最多的一個國家 哇就是因為看中了這麼大的一個資本潛力 所以現在美國人好萊塢拍電影 通通都要跟中國打交道啊 小誠哥 是啊那個在好萊塢的電影裡面 塑造了不少的英雄 英雄無數啊 我們看到了有所謂的蝙蝠俠 也有所謂的蜘蛛人對不對 有錯啊 還有超人對不對 可是大家不要被他騙了 為什麼他騙上去沒有 遜透了 他怎麼啦 他就是標準有奶便是娘 常見還就是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過去的時候 我們在2012年那部片子的時候 我們曾經看到一個畫面 什麼畫面 到最後大洪水來的時候有沒有 這有所謂的人類造的方舟 對不對 然後呢在那個西藏裡面 這樣出來的時候 對 從西藏出來 西藏這樣出來的時候 當時我在看的時候 兩種驚訝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中國大陸跟美國 在西方國家有沒有 老說實話 彼此之間並不真的很友善 當然很不友善啊 現在都還在吵啊 人類為了要能夠抵抗 這樣子的大洪大災難的情況之下 就可以合作 而且還把方舟放在西藏 而且重點還是中國人 蓋才有辦法這麼快 這麼有效率 是的 你知道嗎 聽說這部片在中國大陸 在上映的時候 當時所有的中國人 全部都站起來 美國黨叫好 哇 而且這樣好萊塢派的 你看美國人不行 你看中國人可以 你知道嗎 這個就是所謂的民族意識 在慢慢慢慢爬起來 這種情況 因為中國大陸現在 目前為止在整個的一個 那個 美國電影上面的一個市場 它成長了36% 也因為有27億美金 這樣那麼大的一個數字 超過日本是很恐怖的 所以現在目前就是 好萊塢所有的片子 都要往中國依靠 所以不可能在像以前 那個電影裡面 講到華人不好 華人小氣啊 或者什麼那樣的統治 一定都是好 中國一定強 你現在把中國人弄成 像那個矽眼睛有沒有 然後八字符有沒有 你就不要混了 你就不要混了 那從最明顯一個例子 什麼例子呢 去年有部片子 叫Skyfall 對不對 007那部片子 007那部片子的時候 我一共看兩次 那看兩次裡面 有兩幕有沒有 我居然 居然在中國大陸的市場裡面 就是在電影院有沒有 看不到 一幕是什麼呢 你去年林青那時候 有跟著一個殺手到上海 到上海之後有沒有 然後呢 那個殺手有沒有 把一個看畫的一個傢伙 給宰掉了對不對 然後之後他就把那個殺手有沒有 丟到那個樓下面去 這一幕沒有 就被剪掉了 沒有 第二幕是什麼呢 澳門 你知道澳門有個很漂亮的妹 對 這邊有提到一個問題 所謂的妓女這個話題 這幕在中國大陸沒有 所以在中國大陸是砍掉 還是他就重量了 他完全不可能重量 他沒有拍第二個板 就不見了 就不見了 為什麼不見了 你怎麼可以抵毀中國大陸呢 開什麼玩笑 007真是棒 再棒的話 也不可以這樣搞 所以呢 這兩幕有沒有 在中國大陸就沒有了 就沒了 很多的電影裡面的情節 就要涉及到 對於中國大陸的一種 詆毀 現在都轉方向了 這樣劇情的話 通通都沒有了 他們就轉方向 甚至包括還什麼 還沒拍 現在開始要拍的 像例如什麼呢 變形金剛有沒有 這麼強的片 這麼強的片 他也要顧及到 中國大陸的一個市場 還有中國大陸的一個 觀眾的一個感受 就是要跟他合作 而且還是中國大陸 要一起投資 對 所以既然要找中國大陸投資 這像話嘛 我實在不太清楚 中國大陸 如果中國人變成 那個變形金剛 不知道那樣找什麼樣子 還會講中文 搞不好那個 變形金剛出來之後 還有一個八隻狐 吸引機的那種 有可能 有可能這樣子 不管怎麼來講的話 好萊塢有沒有 一向就是有奶就變是娘 哪邊有錢往哪邊靠 但很正常 好很正常 反正呢 在笑成哥的眼中 美國人就是壞透了 沒錯 好但是呢 討論新聞進行到這邊呢 就要先請大家稍後片刻 廣告回來 我們還要繼續來探討 就是你知不知道 美國的一些元首啊 他們如果卸任之後 要到哪裡去這個撈錢 不是 到哪裡去賺錢嗎 怎麼賺呢 待會回來告訴你 好美國的前國務卿希拉蕊呢 在卸任了之後啊 不但沒有閒下來 反而更加的 popular了 哇真的呢 到處去演講 怎麼說已經呢 有他的這個粉絲 都已經幫他做好準備了 只要等到他一開口 宣布要競選下一任的總統的話 他的競選活動 馬上就動起來 另外呢 就是看到他的魅力 在他的演講的價碼 也可以看出個端膩喔 一起先從新聞來看起 國務卿希拉蕊 4月下旬 受邀到德州達拉斯 進行卸任後的第一場演講 據說 酬勞至少高達7位數 穿針引線的 是一家專門幫忙政治人物 處理演講業務的經濟公司 一場演說 賺進7位數酬勞 可見卸任後的希拉蕊 魅力不減 不過希拉蕊打算 將部分酬勞 捐給死戰機構 最後讓我們想到 這些美國的這些元首 他們卸任之後 都幹一些什麼活呢 因為像希拉蕊 他還沒有當過總統 其實他這樣子的 卸任國務卿之後 他演講的這個待遇 已經跟總統 甚至比這些過去的總統 還要高了 我想他可能參考 他的那個老公 柯林頓的經驗 因為柯林頓 當初卸任之後 到處去演講 拿的也是天價 所以感覺這些卸任的 這些政治人物 好像還蠻愛講的 是不是賴教授 這個可能只有在美國 比較特殊 只有美國比較特殊 當然英國也有 可是都比不上美國 而且美國也比不上 柯林頓夫婦這兩位 所以就是說 歷代以來就是 以這兩個算是他 最特別 神雕俠侶 對 因為他們的卸任元首 都不斷的利用 他卸任之後的這些光環 然後不斷的到處演講 然後去撈其外塊 因為他們的卸任元首的 待遇並不是很高 就是年薪20萬美元 對我們台灣來講 覺得很高 可是如果你在美國 生活20萬美元的 年薪其實並不是非常的高 但是克林頓跟希拉蕊 這樣子 比他們在擔任公職的時候 還更賺 賺很多 賺很多 對 賺很多 因為克林頓現在 他卸任的時候 他原來是負債累累 真的啊 因為他有羅文斯基的訴訟案 還有以前他在當州長 參議員的時候 那麼那個時候 有非常非常多的訴訟案 都沒有停止的訴訟案 每一個訴訟案 就是170萬美元 因為在美國打官司 大概也是全世界最貴的 請律師 欠那麼多錢 卸任下來的錢 根本不夠還債 怎麼辦 那就是像剛剛畫面上看到 開始演講 演講了以後 他不但把他的債全部還掉 而且還倒賺3800萬美元 講到可以還債 然後還倒賺3800萬美元 對 因為大家 什麼這麼能講 基本上來講 因為柯林頓他非常的懂得 一般人民的 一般民眾的一個心 第一個 他們對於元首的好奇心 第二個 有非常多的富有的商人 他們想攀富貴 這樣子也可以攀到富貴 如果能夠跟現在元首吃個飯 之前高高在上遙遙不可及 全世界最強大的 全世界權力最大的人 你之前要跟他吃個飯 哪那麼容易 尤其是一些小國來講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像台灣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他也有來 柯林頓也有來 所以柯林頓來台灣2005年 發免總統執政時代 來台灣一場演講25萬美元 我們要付啊 我們付他 我們不但要付 而且他從坐飛機來到這裡 住五星飯店 總統擠了飯店 到101 而且101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還有一堆的讀者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看 柯林頓的自傳 我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讀 但是有五百個人 拿得他的那本書排隊 每一個人簽一個名字 一萬塊台幣 怎麼這是簽的人要付啊 被簽的要付啊 拿出去的要付 付錢請他簽名 你排隊在那邊等付錢 他是好萊塢巨星啊 也不會這麼貴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在當時有多少人 利用這個機會 因為一個想成名 二方面想攀富貴 三方面呢 好奇心 四方面還有一個 還有什麼 想利用他的政治影響力 但是他都卸任 還可以有政治影響力 他再怎麼卸任 他還是成為貴為一國的元首 他對於那些參議員 眾議員 以及美國的政要 多多少少都有影響力 所以很多人想跟他們建立緊密的關係 或是建立聯繫 然後最後看能不能 他變成他們的公關的代言人 現在的情形 我的估計啊 希拉蕊 他未來的收入應該會高於柯林頓 會更高 因為他有可能還是下一屆總統的任何 他如果只要保持他不鬆口 也就是說他只要繼續保持說 我絕對 他不要講出我絕對不選下一屆的總統 他只要一直創造他有可能參選下一屆的總統的話 你想想看全世界有多少人想要建立跟希拉蕊的關係 而且他真的是解釋得非常詳細 而且在還沒有選的時候 他就可以先演講撈 然後當選的話 在當他卸任的時候 真的是這一家撈不完 對 因為柯林頓的演講費 是從15萬到35萬不等 希拉蕊一口價已經20萬開始 他還沒有當上美國總統 還沒有當上 所以我們估計可能他的未來的價錢 可能會越來越高 好 這邊再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就是剛剛講包括一些美國 過去卸任的一些政府元首 他在受邀到世界各地 或者是美國本土去演講的一個價碼 剛剛講的柯林頓 大概10到35萬美元 就看邀請的單位要提供多少錢 一般估計大概15萬左右 美國的前副總統高爾 更貴 20萬美元 然後小布希總統稍微低一點 但是他也有15萬美元左右的行情 這邊就像剛剛賴教授講的 好像是美國才有這樣特殊的文化 其他國家其實元首也有到處去演講 可能沒有像這邊美國這麼多 但是有賺的比他們多的 那個人就是英國的首相 宇老師 對 英國的首相布萊爾 在2007年卸任之後 就到處的演講 到處演講 他是跟柯林頓學的嗎 看到說發現這麼好 我覺得柯林頓跟他沒拼 跟他沒得拼 在演講的費用上面來講沒有拼 怎麼說呢 怎麼講 因為他卸任4年內所賺的演講費 大概人家估計 用英鎊來算大概是1500萬英鎊 1500萬英鎊 才4年啊 可是你知道 這個布萊爾一年就1200萬英鎊 一年就1200萬英鎊 一年就1200萬英鎊 所以4年就等於快5000萬英鎊 對啊 當然如果他身體好的話 大家都會很擔心說他身體不好 因為他到處飛來飛去 到處飛就對 他還是這個中東的特使嘛 就有這種有這樣的一個身分在 他可以到處去演講 然後他的平均演講呢 他當首相的時候 一年也不會就是18.4萬英鎊 對啊 一年喔 他現在一場演講 一場就超過20萬英鎊 難怪大家都要搶著當總統或者是黨 原來不是在執政的時候 目標是在卸任之後 卸任之後啊 那些什麼商行啦 投資銀行啦 都一定都 真的這麼需要像這樣手相來這樣影響 其實就是 富貴彼此相結合嘛 你是富我是貴 彼此相結合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這個像我們絕對不可能聽啦 聽不起啊 一場費用就至少要2萬塊起跳 怎麼聽 連付都付不起真的是 這是至少喔 至少 對 當然這個裡面可能 你要簽名還要多少錢 你要跟他拍照還要多少錢 還可以收錢 然後你看布萊爾 他之所以可以賺到1200萬 那等於說他一個月 至少要接五場的演講 一個月至少五場 一個月至少五場 對 因為他身價大概是20萬英鎊起跳 就是一場大概 他們是日不落國英國 比美國再大一點 所以要用英鎊 沒有錯 你看這樣子一年就1200萬 聽得很羨慕耶 只賺一年 那柯林頓賺4年 不過1500萬英鎊 所以我覺得在演講上面 他會超過他 對 光演講就可以 演講就超過他 那大家比較印象深刻的是 他在東莞的那場演講 廣東東莞 那時候請他的時候 是花掉這個 1000萬人民幣 1000萬人民幣啊 哇 這是很高的一筆錢 只是在一場演講而已 對 但這個裡面 不只演講的費用 還有包括他其他的陪同人員 住宿啊 什麼這些 全部都要包 對 那他的演講的費用是 25萬英鎊 其實單看數字沒有那麼高 但是你要把所有行程都包套 其實好像真的就招待 好萊塢明星一樣 那沒錯 而且這個我都很難想像 為什麼一場演講 可以這麼有錢 對 我去外面一場演講 蛤 比不上啊 好 多少 不好意思講 沒關係 好沒關係 但是這個就講的是 其實後來回頭想想看 你要擔任這個異國之君 或者是領導人 不會講話 還真的不行 你有看電影《王者之聲》 就知道 像先前的英國國王喬治六世 他如果呢 這個 為了要會講話 還要去矯正去治療 因為一個元首啊 他的那個一個演說 可以激勵整個國家的民心士氣 所以呢 不只是這樣子的一個例子 所以每個這個 領導人真的都要有口才才行 不然你可能 想要選上都很難 但是呢 有時候你要是太會講 講過頭了 這樣可以嗎 我們要講的例子呢 就是呢 在這個中美洲 古巴的強人啊 卡斯楚 他太會講了 講到這樣 大家素得了講多久啊 賴賴教授 他最高紀錄講了12小時 哪一天啊 他一場 一場講12個小時 他講了12小時 這有中場休息的時間嗎 那是隨便你 但是他沒有休息 隨便你啊 他就讓你自己去休息 他繼續講他的 但是一般來講 所有的革命家 都是能言善道 真的 因為他革命他要鼓動風潮 要造成失事 你光做事人家看不到 你一定要會說 對 而且通常都是會說 而且很會說 很會說的 而且要很能夠說的 大家把那個整個 進入那個情境 然後那個熱血沸騰 然後追隨他 跟著他走 其實國父也很會講 國父也很會講 因為國父他 他要去募款嘛 對嘛他手無搏擊之力 他是一個醫生 對 那他就靠著他的眼說 不斷地眼說 不斷地眼說 你看他可以動員多少人 來把這個滿清政府推翻 對啊 那有多少知識分子 有多少年輕人 都跟著他 他到海外去募款的時候 那些演講 那些華僑 都追隨他 跟著他 把錢拿出來接他 對啊 要平常一個人站上去 誰理你啊 對不對 這個就是演講術 但是演講不能夠 只是會講要有內涵 內涵 所以國父他有提出他的理想 他有他的內涵 好 其實我們看到 中東地區的這些革命家 其實他們也都很會演說 也都很會說 那卡司楚當然大家很有名的 因為他的演說技術是 也是很有名的 他是很厲害的 對 但是因為他有一次 在聯合國的演說 那第一次的時候 大概在1960年的時候 他長達四個多小時 在聯合國講四個多小時 對 大家都實在是快受不了 快崩潰了 以後會不會有時間限制 跟那個麥克風消音 以後就限制了 以後就真的限制了 但是不敢麥克風消音 以後規定就是要15分鐘 一場演講 的確四個小時誰受得了 太長了 對 但是問題就在於 很少有元首會遵守 尤其是這些中南美洲的國家 因為他們本身熱情 拉丁民族 他們本來就是熱情 好客 然後他們又滔滔不絕 四個小時聊些什麼 可以講這麼多 因為可以談理念 例如說很有名的一個 一個就是剛剛過世的那個 這個委內瑞拉的總統 查維斯 他的演說裡面有幾段 因為他專門就是跟我們的 孝神兄很像 就是美國人都是壞的 壞透 慌罵美國人 可以從十一柱形 開始罵就是 他一上場的時候 他就站在那個台上 一上來以後 他說這股惡臭的味道 還沒有散掉 因為前面剛剛是 小布希剛剛演講完 這麼明白 這麼直接 他說這個惡臭還沒有散掉 太狠了 所以所以 他不得不來這邊講 因為太臭了 這個就是罵公然的罵 在聯合國的大會裡面 公然侮辱這個小布希 那奧巴馬上來以後 他演講了 他說我不會像格達費 那麼講那麼久 但是我也不會比奧巴馬 講得更短 所以我要介於奧巴馬 跟這個格達費中間 反正他動不動 一定要把美國扯進來 扯進來就對了 因為美國人快透了 這個跟孝神兄的邏輯 是很相信的 好 那問題就是 格達費是最有趣的地方在於 格達費他堅持 只用自己的翻譯 就是別人聯合給他派翻譯 不要 我一定要自己的翻譯 但是我們學外文的人 其實我們都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口譯 特別是直譯 是非常辛苦的事情 因為這個翻譯員 他要非常的專注 一般來說的話 15到20分鐘 一定要更換一個 新的翻譯員 因為讓他休息 然後讓他恢復疲勞 然後再來再回來 但是格達費堅持用 他自己的翻譯員 而且不准更換 那他翻譯就很累了 他長達了70幾分鐘的 大概75分鐘的演講的時候 那個口譯者已經崩潰了 崩潰了 說我受不了了 崩潰了 可是格達費的演講 還沒結束 因為他已經超死了 超個15分鐘了 那怎麼辦呢 沒有辦法 臨時趕快把他們的翻譯主任 調過來 來直接翻譯 把他整個後面的演講 讓他結束 所以我們就知道這個翻譯 我們演講者很會 能說善道 但是在國際上的時候 要注意翻譯員的疲勞 因為他會受不了 好 所以這邊呢 跟大家探討一些領導人的 這個語言的這些藝術之後呢 其實就講到 要回到現在呢 當前的這些國際情勢 這個呢 在北朝鮮這邊呢 哇 果然又有分 真的啊 好像讓嗆瞎隨時開戰 我們先前不是才講說 好像金正恩大將軍 有一點點低調嗎 結果現在好像嗆瞎 不知道今天還是明天 隨時就要打起來了 因為美國真的就有偵測到 疑似北朝鮮呢 就真的在把這種 可能是這種攻擊性的武器 往東海來移動 我們先看這個報導 北韓放話挑釁變本加厲 最新說法是 北韓人民軍總參謀部 已經知會華府 他們的軍事行動獲得高層批准 將隨時動用小型先進核武 對美國展開無情軍事攻擊 目前戰爭已經不存在是否爆發問題 而是處於立刻爆發 或是明天爆發戰爭的分秒必勝階段 這是北韓連日的核武威脅中 措辭最強烈的一次聲明 美國國防部長海格不敢大意 認為北韓說法 確實對美日韓造成明確危險 專家分析 北韓目前不太可能 直接攻擊夏威夷或阿拉斯加 萬一真的爆發戰事 南韓將首當其衝 哇 真的是北朝鮮 我們就是常常一直在開這個 金正恩大將軍的玩笑 說他跟石神一樣猜不透 明明前天才講說他的一些言行舉止 感覺好像有一些收斂了 怎麼現在就變成隨時都要開戰 而且疑似這種長城的這種飛彈 就開始在移動 真的是這樣嗎 賴教授 3月31號 北韓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 剛剛做了決議 兩個路線 一個經濟建設路線 一個核武化的建設路線 沒有錯 那經濟建設路線的時候 讓大家判斷說 他是不是要降溫了 總算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了 這個大家國際間也樂見 這一次晃的話更緊張了 第一個他說金正恩已經批准了 作戰命令了 作戰就是說要打就打了 這個意思 對 因為前段時間我們還傳說 他下令他的前線的士兵 不准開槍 不要開槍 可是這次他說他已經批准了命令 我相信這個是官方的正式報導 可信度高了 可信度高 第二個呢他的講話 跟以前不一樣了 他說現在不是問說 開不開打的問題 現在是問說是今天打 還是明天打的問題 就是說這意思就是說 一定會打 只是早晚的事 對 所以在這個情形下 美國可以確定一件事 他可以保衛本土跟日本的安全 也就是說他的反飛彈系統可以攔得住 對 但是問題是對於韓國 南韓 美國沒有把握 我們大家觀察也是認為沒有把握 沒有把握 所以如果一旦開戰 那韓國本土一定是在被攻擊的 有效的範圍內 那怎麼辦呢 現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那大家韓國不是要很緊張嗎 韓國很緊張 可是普警惠也很強硬 普警惠意思就是說 如果朝鮮敢動手的話 就真的到 韓國要給他最嚴厲的報復 那這樣的情形 大家都在相互對峙的情況下 法國 德國緊張到不行 我很緊張 就是勸說中國老大哥 下來幫忙忙 想快出來都已經變成這樣了 還不來說話 但是這一次我們看到 中國跟俄國反而很淡定 就是說看你們怎麼玩 我們只是一直呼籲 六方會談 六方會談 但是問題就是你美國也不讓步 朝鮮也不讓步 那我們就看你們要玩到什麼時候 那這樣到底玩到什麼時候 玩到抱起來的那個時候 這個時候可能就是 我們東亞的悲劇時代的來臨 真的 沒有錯 如果真的抱起來 真的打仗的話 就怕一發不可收拾啊 挑戰新聞進行到這邊 盛竹屋的時間 一起來聽聽看 歷史上的今天發生什麼事 歷史上的今天 1973年4月4日 美國紐約世界貿易中心 舉行正式啟用的剪彩儀式 成為當時世上最高的摩天大樓 世貿中心是由兩座110層樓高的南塔北塔所組成 高度分別是417以及415公尺 啟用以來一直是紐約的重要地標 設計師山崎石其實有聚高症 所以他特地將雙子塔的窗戶特別設計的窄 只有46公分 他希望在裡頭辦公的人能有足夠的安全感 當初為了蓋這兩棟超高大樓 光是挖掘地基的泥土就多達91萬立方米 這些土壤後來填在旁邊的河岸 形成今天的貝特利公園城 當然樓層越高 最困難的就是升降梯的設計 世貿大樓內總共有95座電梯 協助人們快速抵達辦公樓層 很不幸的是 2001年9月11日 紐約世貿因為遭到恐怖攻擊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新聞 兩座大樓在眾目睽睽下倒塌 一共造成2753人死亡 目前原址正準備重建五座新的摩天大樓 以及一座受害者紀念館 挑戰新聞 好這個屋子倒了呢 雖然是可以再蓋回來 但偏偏就是這個911受害的世貿大樓 其實美國人一直有聲浪說要把它給蓋回來原址重建 但現在民主時代就不管花費啊什麼成本太大 還有正反面的意見認為真的就太顯眼了 所以讓這個世貿大樓感覺現在要重建也是一波三折 歐老師 對 它現在呢 在設計圖上要計畫是四棟 但是將要落成只有一棟 對 它一定是要超越之前嘛 但是你如果問紐約市民說 到底911之後的世貿 災後重建如何 我們想說美國應該很不錯吧 很不錯 紐約又是他們的首善之都 對啊 全美最大的這個城市啊 所以救災應該救得好 災後重建應該要很好吧 結果原來大家都不滿意 我舉一個例子 這個設計圖建了之後 它不斷的被修改 除了這個主建築 這個高塔先被建起來以外 快要落成以外 其他三個呢 根本就是不曉得 到底哪一天會真的去執行 這第一項 沒有人知道會執行 對 第二項政治力會進來 前任市長當時的朱利安尼 還記得他吧 他就認為說 你根本不應該去建成這四棟 就不該再蓋就是 你主要應該是 為這三千個離岸者做紀念 他應該以這三千個人 作為主體 這是第二種說法 所以就不要再把它做 任何其他的活動 蓋起來樓做別的事就是了 對 好 那第二種是什麼 世貿中心嘛 既然叫世貿 當然跟商業有關喔 對啊 所以原來一定有很大的 商業利益在裡面喔 好 那其中就有一個 巨大的商業集團在裡面就是說 這應該重建為一個 以我們為主 當時我們有合約 的主要商業區塊 所以商業跟政治 是不是就在這裡 又要角力了 對 又角力了 這還不完 另外呢 就有社區重建的那種 社區重建 好 第四種就是 都市計畫派出來 都市計畫業也來了 都市要說 不對不對 我們既然有機會重建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 就整個紐約的網絡呢 來重建這個整個都市計畫 一半就說 應該這整個區域 就變成是一個歷史紀念 這五大派一旦交錯起來的時候 是不是就亂了 誰也沒有辦法把他們擺平 大概你派西亞蕊來也沒辦法 也沒辦法 那現在這個世貿移植 到底後來會變怎麼樣 只能夠讓大家呢 繼續呢 等下去再看下去啦 例如說坐飛機買機票 不但要論人頭 這很正常 還要論體重 馬上回來 好 這個體重比較重的人 接下來看到我們要討論的話題 可能心情會非常的不愉快 因為真的就有航空公司 現在推出了新的售票政策 不只一個人買一張 那每一張單價的票價還是論金來計價的 也就是說好像賣豬肉一樣 你的體重越重 你要付的機票錢越高啊 先看新聞 利於太平洋島國人民的體重 遠超於標準值 而且逐年加重 薩摩亞航空於是從去年11月起 先從國內線實施論金計量的政策 一公斤台幣17塊 最近幾週國際線跟進 一公斤要價台幣31元 薩摩亞航空是全球第一家 依體重賣票的航空公司 乘客訂票時得先上網登陸體重 報到時得現場再量一次以防作弊 雖然多數人對這項政策頗有怨言 但加油小孩的人可就很樂了 既然能夠真的有這樣子 這樣感覺好像有點歧視 我相信孝成應該很不爽吧 我跟你講為什麼會這樣子來做呢 就是機票 機票用這個所謂論金來計價 這個原因是因為上面這個國家 它有75%的國民 它的名字叫做胖子 真的啊 跟美國感覺很像 所以它是號碎叫做全球十大肥胖國家 所以是故意的就是要來鼓勵大家減重 那像我們這種的話 像我這種身材有沒有 在上面叫做瘦子 那個叫營養不良 真的啊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它一定要磅秤 一定要有這樣 如果它不用這種方式來磅秤的話有沒有 它的飛機有沒有 再從它上面會有出現問題的 那這個各位問說 那多少錢呢 它每公斤有沒有 以17塊台幣到72塊台幣之間 不等然後來計價 這不真的就跟買豬肉一樣嗎 差不多 就是在計價 論金啦 那要怎麼來做這個飛機呢 各位一定很好奇說 我要搭上面航空的話 我要怎麼做這個飛機 首先你先到上面航空的那個官網 這邊去登記 登記你的體重 但是登記完了之後 不代表那是你的票價 為什麼你在機場的時候 上飛機前的時候 還有一個蹭 磅秤在那邊有沒有 就跟你蹭行李一樣 你要現場再蹭 你怎麼買錯 你怎麼講那麼文雅的 好像那個什麼豬肉攤 有沒有蹭豬一樣 然後你要自己一個人 站到那個磅車上面去 一蹭一看 哇多少錢有沒有 這樣害羞 再來補 萬一要是 這怎麼會害羞呢 女生的體重秘密 不會在薩摩亞有沒有 在薩摩亞 在我這邊講嘛 在薩摩亞台灣的女生 只有99%有沒有 都算在營養不良 在那邊的話有沒有 每個都雄壯威武 也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薩摩亞航空 他用這種方式來計價 這個是一個 他們認為很正常 理所當的一個情況 那聽說呢 在美國好像也有 很多的航空公司 也打算用這種方式有沒有 來計價 不過剛剛我們那時候 有講過就是說 為什麼不做呢 因為這個是 歧視胖子 真的 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美國韓國不敢做 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 韓國公司是不是也要這樣來做 應該不敢 會被罵到火星去 說真的 如果是我要來蹭的話 有沒有 我大概在台灣的韓國公司 算胖子 但是講到 同樣是跟飛行有關 這真的是環雨蒐奇 其實人類一直 因為人沒有辦法飛嘛 所以常常會希望 有很多 飛行的器具 可以讓我們像鳥 昆蟲一樣 在天空中自由地飛翔 所以科學家真的很厲害 現在的飛行器具 已經研究 就是找昆蟲 比如說 蜻蜓點水的蜻蜓 可以模擬這樣子 蜻蜓生物 他們飛行的一種方式 就跳脫了以往傳統 飛機飛上去的一個概念 或許會改變以後 未來人類 這個載人飛行器的一個 這個理想 對不對 歐老師 這個看過西遊記吧 西遊記 孫悟空變成什麼 去偷偷偵查對方 變成很多 蒼蠅啊 什麼都有 對 蒼蠅也是其中一種 待會我們要介紹 所以從此西遊記 要放在科學類 要放在科學類 不是放在歷史類 或者這邊用他們發明的人 偷看我們的四大小說 而且你這沒腳本 突然就問我 還好我想到 不然的話真的糟糕了 蛤 蜻蜓作為偵查機 它本身才是多少功課 它是經過多代的改良 經過至少15年的改良 一直在研究 十功課 十功課 同時它可以載重兩公克 嗯哼 那小心喔 如果這兩公克 它載重的是毒物 毒反應的物的話 那它完全非常簡單 就可以侵入你 就可以進去 不用用雨傘刺你的腿 哇 這好像又是跟那種 陰謀論的那種小說 科幻小說一樣 它已經真實的可以實現了 真實可以用 而且可以用手機來操控即可 所以譬如說 你附有重要的任務 那我現在呢 可能奉CIA 或FBI 或KGB要謀殺掉你 那這邊有一個美女 她就玩手機 那你在那邊喝咖啡 或喝啤酒 它只要用手機操作 有一隻蜻蜓從裡面飛過去 把毒物 掉到你的咖啡杯裡面去 那你很可能 就已經喝下毒物了 就再見了 那這個已經確定了 是具有軍事用途了 已經發明了 而且經過15年的改良 歷經好幾代 現在已經慢慢成熟了 好 那蒼蠅有沒有 蒼蠅有沒有 有的 蒼蠅真的有 在那個 加州理工大學裡面 就有教授發明 以蒼蠅作為偵查的 這種工具 那蒼蠅完了以後 還有沒有別的工具 還有別的 鯉魚 鯉魚啊 那是誰研發出來 是CIA委託科學家研發出來 而且已經在水中實驗過了 所以你看 蜻蜓 蒼蠅 蝙蝠 鯉魚 都已經出來了 所以已經達到 無孔不入的設計了 今天非常感謝各位來賓 參與我們挑戰新聞的討論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 還有更多豐富的話題 帶給您囉 明天再見 掰掰 謝謝